炸酱饭 听说我吗 今天来盘一家煲了姜的含料 看16年这个老店 在这个海天大居院这个地方 牛肉饼和牛肉做成碎煎出来了 我刚才以为点菜的时候 我以为这么煎那个东西 我就不想点了 没想到这个牛肉饼 越煎的东西它要做出来的话吧 口碑越高的话 确实有点得到 牛肉饼很好吃 来一个店看什么推荐 你玩有推荐 你能唬住一个人 你唬不住一帮人 尤其是这种老店 这一帮人都给你推荐这几个菜 那肯定是还行 看韩国料理这个标准化很厉害 所有的食物 我建议你 都要透过他们的这个辣白菜 然后去感受一下 它单独的是一种味道 如果你透过这个辣白菜吃的话 又是另一种味道 更地早 我刚才问人这个店 最早可能是韩国老板 然后干了以后 然后人回家了 就把这个店盘给 他当时跟着他干了一个这个员工 现在也成老板了 在这个地方默默地干了16年 手艺传宠 这个烤鱼配它这个韩国大辣酱 这么多吃法 咱还是第一次 是不是像他们船的这么深 但是烤的它不是尖的 然后配它这个韩国大辣酱 还微微有一点海洋来的兴气 因为它是鲜鱼自己晒的 它不是完全天晒透的 就就着它这个微微的兴气 然后蘸它这个大辣酱 真是文革要给它打个分 没想到这个鲨鱼出来包饺子 那这么吃也挺厉害 烤鱼再配上一块辣白菜 又不一样 来这个地方吃饭的 有很多韩国友人 这个老板他不是朝鲜族 但因为他要经营这么一个饭馆 成天见人带物了 他也学了很多韩国语 这个炸酱饭这个事 我是觉得有点狠了 这是把我多年想过 却没干过的事给干了 炸酱能面也能饭了现在 后面还会有炸酱什么包子 炸酱过天了 韩式炸酱 跟咱们的老北京炸酱面不一样 老北京炸酱面的 那个摆设可能更华丽 它这个就是土肉胡萝卜肉 里面还有少量的牛腱子肉 黑区马东的 干 这很好吃 你看他们这个酱剁了就是块 全是块 一块一块 让你这个牙也别咸着 这辣白菜配这个炸酱面 也是不错 但这肉围绑 停车的话 就在旁边有一个海天大剧院的停车场 4块钱一小时 车位很多走过来行了 你比较多了 你比较多了 你比较多了